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就让铁钢师傅给您做一道既养胃还有简单的美食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厨艺大师李铁钢和营养学家刘东丽女士 这就是铁钢师傅 老熟人 这位是我们请来的营养师刘东丽刘主任 刚才我说了这个观点您同意吧 就是春天得养胃 春天容易犯胃病 换季的时候 有时候胃不舒服 所以吃的时候得注意 是吧 您觉得这种煲汤类的或者是带汤的这种美食 是不是好一点在这个季节 其实我们经过冬天这人都很干 对 所以要滋润一点 滋润一点 所以汤水水就比较适合 就是 您同意这观点吧 是这样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合理的 对 是吧 科学的 这准备了这个两种原料 这是牛肉 这个牛肉我看的还不错 是吧 没错 今天这道美食叫什么 叫沙茶粉丝牛肉 什么叫沙茶粉丝牛肉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有粉丝有牛肉 是吧 但是对牛肉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什么部位的牛肉的 做这种呢 使这个牛的里脊外脊 或者说呢 牛腿上的这个黄瓜条部分 具体的说呢 就是牛腿心 后腿 后腿 后腿啊 这一大块是这个坐板 我们说坐板就是屁股袋 紧挨着屁股袋跟这个抹袋这块 中间这块是黄瓜条 等于是大腿的心 大腿心 这个要买起来 跟人说人能懂人家 你就说买黄瓜条可可以 我就这么说吧 其实应该用比较嫩的地方 对 你比如说牛腩肯定不行吧 牛腩不行 炖着吃可以 牛腦 牛腦筋也多 炖着吃好 没错 原则就是嫩的 具体的就是叫什么 黄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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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牛肉再说粉丝啊 因为这个叫沙茶粉丝牛肉 没错 有粉丝 最主要的两个东西 这个粉丝 咱先让刘主任给评价一下 这粉丝 您直观上感觉的质量怎么样 直观上看呢 这个粉丝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呢你看它很有弹性 不像这个买的干 尽管是干粉丝 有的买了就扁扁扁扁扁的 它这个呢你看支撑巴翘的 是因为它很有弹性 第二个呢 它里面没有杂质 所以杂质呢 你就黑点点 就没有黑点点 就说我们这个粉丝要想挑健康的 厉生的 食品安全的 就要看里面有没有杂质 发霉的霉点 这些都没有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粉丝只有四种 一种是绿豆的 还有一种豌豆 还有土豆和红薯 这几种粉丝 它这个弹性呢分几种 这个绿豆呢我们吃起来就是 软中带脆 红薯的呢它就是软中带绵 对 明白了 口感不一样 一般来说呢我听这意思 咱们要做这个汤啊 反正得有点劲的 绿豆的比较好 红薯的可能也不错 是吧 不管哪一种你挑的方法都要看有没有黑点 尽管它有不同的颜色啊 有偏差的颜色 但是你必须要看有没有黑点 粉丝看起来大同小异 其实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 市场上的粉丝基本上分为四大类 分别由绿豆 土豆 豌豆 红薯制成 绿豆粉丝最脆爽 红薯粉丝最绵软 您可以根据烹调需要加以选择 您看这道精心烹制的沙茶粉丝牛肉 肉片香软可口粉丝滑爽入味 吃上一口回味中还带着菠萝特有的清香 这不仅仅是一道别具匠心的创意菜肴 菜品和主食一锅出的做法 更是给美食爱好者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接下来铁钢师傅就要为我们带来这道菜的详细做法 那电视机前的您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牛肉粉丝 配料有菠萝原生菜 调料有沙茶酱等 特殊调料有小苏打 是先泡粉丝 我们先把牛肉要浆一点 处理牛肉 好 这个牛肉很干 这个我们要首先加入一些盐 这个是您事先切好了片 这个牛肉的这个片 我们一般的就是比硬币要稍微的薄一点 但是也不能过薄 过薄 因为它这个肌理是横着切的 就一抓就会碎了 这个就是比如说切熟牛肉是顶刀 这是顶刀切的吗 这也是顶刀切的 对 跟它那个纹理正好是垂直 这样吃起来可能就是比较好烂一点 好 我们稍微来一点盐 但是这牛肉要想切这么薄也挺不容易的 来 来一点糖 稍微冻的时候 没有完全化的时候 切好 稍微的冻的时候 要是完全摊了软了就不太好切 然后呢 要加一点点小苏打 你看一点盐 一点糖 还有一点小苏打 这个加小苏打的目的是什么 让这个牛肉更加的嫩滑 好 反正嫩肉粉您不能用 是吧 我们呢一抓完了以后 你看没有 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 都非常的干了 对对对 就是像说呢 我们口渴了 怎么办呢 就得给水 给水 对 好 在牛肉中加入水 可以让肉的口感变得更加软嫩 但是铁钢师傅并没有把水一次性加齐 而是少量多次的添加 并用手不断搅拌抓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 一定要让它的吃水量要合适 如果说过多 一会儿煮的时候呢 它水就容易外泻 嗯 一外泻还是老 我明白了 加这水的意思是让这个肉更嫩 更嫩 现在让这个肉吃进水去 对 我想后边还有一步 就得拿什么东西封它 对 封住不让这水分出来 好 对吧 再来点啊 再来水 再来一点 好 其实呢 我们这个一斤牛肉啊 嗯 您呢 可以打入多少水呢 四两五的水 打到什么时候就合适了呢 您看没有 表面有光泽 而且呢 你稍微的攥一攥啊 攥一攥 觉得这个牛肉啊 这个水要喷出来 要喷出来 这个感觉 对 你看看 这个时候呢 水就合适了 老说我炒这牛肉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加入生粉 这会儿加生粉 加生粉的目的是什么呀 让它水锁住啊 哦 就是水进去了 不让你再出来了 没错 是不是 把门给它关上 关上 关上门了 好 关上了吗 好 关上以后 咱还得给它来一道防盗门 得 好 说什么也不让出来了这回 什么是防盗门呢 油就是防盗门 油 来 这样的牛肉 它肯定 它嫩的 铁钢师傅处理牛肉的小窍门 您都记住了吗 咱们马上来回顾一下 第一 为牛肉调味之后 加入少许的小苏打软化牛肉 第二 少量多次的加水 并用手不断的抓匀搅拌 第三 加入少许的生粉之后 再倒入适量食用油 调匀备用 这个小窍门可以最大程度的防止牛肉 在烹调时变干变老 这个就得搁在旁边 得让它 让它 放一会儿 是吧 醒一会儿吧 醒一会儿 大概醒它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那挺快的 那一会儿咱们就要做别的了 这会儿呢 我们呢 就来先处理一点配料 配料 我们呢 先来切点菠萝 怎么还快菠萝啊 这道菜很有讲究 因为它放菠萝了 如果不放菠萝 普通做牛肉这样的 就已经非常好 放了菠萝以后呢 菠萝里面含有菠萝蛋白霉 这个菠萝蛋白霉呢 能够使肉更加的熟 熟得更快更嫩 菠萝在这道菜里所起到的作用 可不仅仅是调味而已 它当中富含的蛋白霉成分 能很好的软化牛肉 使牛肉更容易成熟 而且菠萝中富含的纤维素 能够增加肠胃乳动力促进消化 那么重要的配料 您可千万不能忽略呀 好 我先问问我老惦记这粉丝 因为我在家老拿凉水泡的 这个粉丝不泡吗 今天我们这粉丝就不泡 就干着往上放 我们做的时候不像过去那种传统 还要用水泡 现在不用了 直接免泡 不用泡了 热锅凉油 来一点 油 来一点 这一点可不少 来 这个道菜呢 要多一点 多一点 因为呢 我们要用到沙茶酱 沙茶酱 所以沙茶粉丝牛肉 沙茶酱里边呢 有辣椒啊 芝麻啊 鲜虾啊 冬肉啊 对 它是一种海鲜酱 那这甭问这也不便宜啊 其实不贵 不贵吧 一瓶啊 也就是十块钱左右 那不贵 这一瓶啊 我想您要是天天吃这个沙茶粉丝牛肉的话 您得能吃两个礼拜吧 那不贵 一顿还合不到一块钱呢 我为什么老闻这价钱 因为有些大爷大妈他考虑这个啊 你说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还得花额外的钱 他就要算计算计 这很正常是吧 好 我们把蒜 蒜末 姜末 来 少来一点点葱 香葱末 先炒 蒜末 姜末 嗯 香葱末 对 好 当这个香味出来以后 我们呢 沙茶酱 加入沙茶 来 这个沙茶呢 我们放 炒这个酱的时候呢 一定是小火啊 千万不能大火 道理 如果说大火呢 它就很容易焦 像那个蒜末都焦了 对 你看 香味出来了 出来了 嗯 海鲜的味道就出来了 是吧 对对对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呢 把 菠萝 红椒 放下去 好 开成 大火 好 因为这个油温低了嘛 对 放进去凉东西了 所以大火啊 来 把这个菠萝的汁啊 给它炒出来 融在这个 酱当中 而且您看 原色也好看 对 搭配有食欲感 对 炒调料的火候和技巧很重要 把沙茶酱用小火炒制 可以防止酱料变糊变焦 影响口感 而下入菠萝和红椒粒后 改成大火 能让食材迅速升温 使其味道被充分的释放出来 这个小敲门 您学会了吗 好 炒香以后啊 我们加入水 就凉水 对 水为什么这么多呢 它因为一会儿要放粉丝 对 这粉丝吃水 是吧 好 我们呢 加入一点盐 这盐啊 您可注意 沙茶酱的要有盐了 这会儿您就尝着来 来一点糖 糖呢可以稍微多一些 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沙茶酱啊 有咸味儿啊 有一个问题刘主任 比如说有糖尿病或者血糖高的 它这个 它不能吃糖 但是这个到美食又需要加点糖 这怎么办呢 它可以这样的啊 糖尿病本身啊 不是说它不能吃糖 糖尿病我们吃的米饭啊 馒头 都是碳水化合物的 那么碳水化合物都淀粉 淀粉本身都是糖 嗯 那么我们说的糖尿病 尽量少吃精致糖 在做这道美食的时候呢 要放一些精致糖 所谓精致糖 包括白糖 红糖 折糖类的 那么我们再放这可以少放 少放的时候 那一锅 那么放一勺 你或者减成半勺 因为这糖也是起了调味的作用 把粉丝放下去 就直接就放进去了 对 直接放进去 洗一下放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说您泡它呢 是白水泡 对吧 它呢没有味道 它现在呢 是吸收的是汤汁 汤汁 对 这个有味了 可以 好 我们呢 煮这个粉丝 要小火 我就说啊 这个开春 吃一点暖和的菜 暖的味 这个菜挺好的 对 这个菜非常给力 为什么 你看 这个牛肉 挑的是上等的牛肉 根本就没有肥牛肉这个状况 对 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会低的 而且它是瘦肉类多 那么鸡肉多 就蛋白质多 嗯 好 您这准备还搁点生菜啊 对 现在呢 我在里面店 你这牛肉什么时候往里放呢 因为牛肉它不好熟啊 别 哎 在吃牛肉之前 您得卖卖力去啊 哦 怎么卖卖力去啊 这个陈老师的这个大力金刚挡 非常的管用啊 来 你照这儿来一下 听出来了 照这儿来一下 对 哎呦 哎呦 您告诉他 这这家伙这么硬啊 这个 好家伙 您看 您一看就没使劲 这个 这个呢 给他呢 拍一下 然后我们呢 您看 我拍酥了之后 我铁钢师一拍就很容易拍辣 是吧 哈哈哈 好 我们把这根给它去掉啊 其实呢 我们给它掰一下 掰成块 啊 因为生菜呢 很好熟 所以呢我们呢 就不在里面呢 去煮它 对对对对 这生菜一般都生着吃嘛 是吧 直接就是蘸点调料就吃了 对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粉丝 捞出来 哎 给它捞出来啊 这粉丝就煮好了吗 哎 差不多了 对 粉丝 如果干下粉丝的话 不泡 粉丝的颜色呢 可以随着汤变化 汤是什么颜色 粉丝是什么颜色 对对对 如果你要是用凉水先泡过以后 或者是先煮完 焯完以后再放进去 那粉丝是不着色的 它不吃 它不吃那块它就没颜色了 所以以后我也不泡了 好 哎 捞出来 您先闻闻这个香味吧 我觉得都不用割牛肉啊 您闻闻 您闻闻这味 非常好 是吧 都不用割牛肉了 好 我们把牛肉 竹片的给它 下到 汤当中 啊 这个牛肉呢 下去以后啊 我们呢 这要拿块可以动吗 可以 稍微动一动 您竹片主要就是怕它粘连 对 这牛肉 刚才我就想问 这牛肉 它毕竟是肉啊 它不好熟啊 为什么不早点割呢 它这个啊 不要煮十分熟了吗 您看啊 我们把这个牛肉完全下去以后 您心里莫数它 三十下 三十下 啊 莫数三十下 对 就是大概三十秒钟 嗯 十五 十六 十七 也就是说很快的 它就能够成熟了 好 三十到 三十 然后呢 把火 开大 然后呢 给它顶沸 顶沸 就是让它开起来 对 放到里边以后 三十秒钟左右 火打大 对 让它这个汤热起来 热起来 好 好 等它呢 完全开锅了啊 啊 我们就 关火 这 这有的我看着还什么着呢 嘿 你炒好了 它利用这个汤里那个余热 让它并不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 不是十分熟 这个牛肉的最佳成熟度啊 嗯 是八成半熟 哎 吃起来 如果大家出去要吃烤肉排 我得跟他说 烤八成半 哎 您要是烤的最好呢 是六成半 六成半 嗯 好 我们呢 来一点香葱 这道沙茶粉丝牛肉 粉丝牛肉 做好了 您看看是不是很有食欲 这道滋补暖味的沙茶粉丝牛肉 您都学会了吗 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回顾一下 第一 在切好的牛肉片中 撒上少许的盐 糖和小苏打抓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水软化牛肉 最后加入少许食用油 保持牛肉的鲜嫩 第二 锅中放油 把葱姜蒜末煸香之后 加入沙茶酱小火炒制 炒香调料之后 放入切好的菠萝粒和红椒粒 改成大火翻炒均匀 然后在锅中加入大量的水 调入盐糖老抽调色提味 水开之后下入粉丝 第三 把充分吸收汤汁之后 已经变色的粉丝捞出 在原汤中下入已经腌好的牛肉 小火加热30秒钟 改成大火煮制 当汤滚开时捞出牛肉 撒入少许的葱花 即可端上餐桌 非常好 这道菜呢刚才说非常给力 搭配 搭配 这个搭配的合理 有水果 有动物性的 还有植物性的 还有蔬菜 几乎呢都全了 所以说呢 对一些我们正常人来说 是都可以吃 而且对一些包括你说 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 吃这样牛肉也是非常好 因为它没有过多的胆固醇 没有过多的脂肪 都瘦肉 这贫血的更适合 应该感谢铁钢师傅 我们在学会一道美食的同时呢 更学会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合理更健康 这是最主要的 天天饮食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下时间 下集办 下集 сп do 对 下集客 下集散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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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